第1076集 聪明的女人 听到敲门声,小野百合小鲜地从猫眼里向外看,她以为是莫小鱼回来了,但是没有想到来的居然还是那天来和自己接头的那个女人。 小野百合很矛盾,躲在门后坚持不开门。 小野,我知道你在屋里,我今天来是为了你父母的事,你难道不想知道他们的消息吗? 令狐兰心是去了梅云云的饭店观察了一番之后,才来这里的。 她看到了梅云云正在店里忙活,并且没有发现小野百合的影子。 这种跟踪观察不是一次两次了,她发现一个规律,那就是小野百合的活动范围很小。 除了家里就是店里,所以她断定小野百合一定在家里。 但是她的耐心也是有限的,如果小野百合一直不开门,她肯定会用自己的手段打开门进去,看看小野百合到底在不在。 你来干什么,你快走吧,你要是再不走,我就给莫小鱼打电话了。 小野百合情急之下把莫小鱼搬了出来。 你这个傻丫头,莫小鱼病了,正在医院里住院呢,你还不知道吧? 令狐兰心说道。 你说什么? 就在令狐兰心话音刚落,大门被打开了。 小野百合一脸关切地站在门口问道。 令狐兰心冷冷地看着小野百合一把推开她,走了进去。 看了看屋子里的环境,回头看向小野百合目光森然,看得小野百合身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。 小野,你真的打算和莫小鱼好一辈子了,你忘了你的任务了吗? 令狐兰心立声斥责道。 求你了,求你告诉雨天爱,我真的做不到,我做不到去伤害她。 小野百合说着说着眼泪就要下来了。 女人就是女人啊,间谍也是女人,女人一旦为情所困,信仰将不再是唯一可以左右她们灵魂的东西。 小野百合的确是对莫小鱼产生了深深的情愫,这种情愫甚至超越了对她父母的担心。 小野,你还记得你是谁吗? 令狐兰心上前用手掀起小野百合的下巴问道。 这个姿势很难受,但是小野百合倔强地努力地向上扬起头,依旧是不吐口,到底帮不帮令狐兰心。 既然是这样,那我就建议把你换掉,你从哪来回哪去。 而莫小鱼这个人,已经严重地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利益,非除掉不可。 你下不了手,那你就回去和你的父母一起下地狱去吧。 我相信石田先生不会心慈手软的。 令狐兰心的威胁很有效,因为他懂得怎么样去打击一个女孩子的心理防线。 不要,不要这样,我不走。 小野百合惊慌失措地说道。 你不走,你以为能游得了你吗? 当然,如果你能完成任务,你就可以回到东京,和你的父母团聚,到时候还会有一大笔奖金,什么样的男孩找不到。 偏偏就喜欢莫小鱼这种混蛋。 灵狐兰心继续劝解道。 他见小野百合的心灵防线已经有了松动的痕迹,继续说道。 你要知道,这个任务是必须完成的,否则我们将会遭受极大的损失。 你就算不参与这件事,莫小鱼也必死无疑。 到时候你连中国话都说不好,留在这里会怎么样,下场又会怎么样。 你想过吗? 过了一会儿,小野百合终于抬起头问道。 你要我做什么? 临近中午了,店里很忙,梅云云亲力亲为,一直都在大厅里指挥着服务员做各种各样的事情,并且井井油条。 正在忙碌的时候,看到小野百合走了进来。 你怎么跑出来了,跑丢了怎么办啊,我可没法向小鱼交代啊。 门云云一边说,一边拉着小野百合去了楼上的办公室。 小野百合来到店里啊,一般也就待在办公室里,包括吃饭,都是送到办公室里去的。 我一个人在家里,很孤独,所以过来玩。 小野百合连说带笔划地说道。 好,我知道了,你在这里等着啊,不要乱跑,我去让厨房给你做饭。 梅云云说完就想离开,但此时啊,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。 喂,哪位? 梅云云拿起电话问道。 请问这里是梅家菜吗? 我是医院的护士站。 哦,是啊,您要订餐吗? 梅云云问道。 啊,不,不是我要订餐,是给一位病号订餐的。 嗯,你们那里有清淡点的吗? 做点清淡的,送到病房来吧。 他说,你认识的,叫莫小瑜的病号。 喂,你等会儿,谁?莫小瑜?他怎么了? 梅云云一下子慌神,莫小瑜病了,还住院了,自己居然还不知道。 这个混蛋心里到底有没有自己啊? 梅云云再也顾不得店里的生意,拿起手机和钱包就要出去。 但还没出门呢,就被小野百合给拉住了。 小野百合连说带笔欢,那意思啊,是要跟着梅云云一起去看莫小瑜。 好吧好吧,你也一起去吧。 梅云云急着走,也没多想。 不但是没多想小野百合怎么这个时候来了,也没有多想为什么小野百合一进来,这个电话就打进来了,打得还是坐机。 这件事让谁都不会多想。 梅云云急匆匆的开车到了医院,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尾巴小野百合。 按照护士站的指引,梅云云很快找到了莫小瑜的病房,但是病房里不但有莫小瑜,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。 这个人当然就是顾可可了,她是做了饭给莫小瑜来送饭的,顾依依依也要来,但是被莫小瑜打电话给骂回学校去了。 梅姐,你怎么来了? 莫小瑜看到梅云云很惊讶,如果没有顾可可在啊,这梅云云肯定会解释一番,但是看到这顾可可正在一勺一勺的喂着梅小瑜吃东西,这醋意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 我说病了怎么不告诉我呢? 原来是已经有人给你送饭了呀。 哎,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? 梅云云虽然是半开玩笑着说的,但是顾可可脸上可挂不住了。 恰在此时,傍晚粥已经喝完了,莫小瑜表示不想再喝了,顾可可也不想在这儿多待。 这个女人她是认识的,梅家菜的老板,她不想和别的女人吵架,尤其是莫小瑜的女人,那样会让莫小瑜更加窝心。